每当瞭望无际的天空 在那遥远的西方 有一个我望 向往的地方 我刚才跟大家讲 你们都很有兴趣 好像人间的东西 其实师父教大家一个方法 一个方法是 心情经常不好的人 教你们一个人间的方法 除了念心经之外 还有一个好方法 是什么呢 就是要多喝水 为什么有道理的 因为心情经常不好的人 容易发火 因为气是生出来的 当你身体上拥有很多水的时候 你这种喝茶喝水 你就会有回神的功效 它会让你精神越来越提 振奋自己的情绪 然后让你明白更多的道理 所以你去看喝茶的人都会吵架 所以叫功夫茶 吃茶要有功 自古以来说 自古以来说 心静如水 为什么把人的心态放水一样呢 人的心要像水一样的平静 所以当我们给菩萨 所以当我们给菩萨供水的时候 你并不是认为 观世音菩萨嘴巴干了 我来供一点水给菩萨 这是你们的想法 实际上供水 就是把你的心供上去 因为心静如水 观世音菩萨 这个水就是我的心 我表表心意 所以为什么以茶当水 在中国古石楼还有一酒水 对不对呀 再说喝酒也离不开一个水字了 所以当你能够经常用水 来启迪自己心灵的时候 你的心会越来越干净 我问你们 你们的衣服脏了 你们身上脏了 用什么洗啊 水 如果你能经常保持人 身体上有水分 经常喝水 你知道人体有80%是水分了 所以你看人死了之后 全部会蒸发掉 就生气跟骨头 所以人体是完全靠水分细胞运作 完全是靠水 所以一个人比方说出了汗太多了 是不是缺少水分 所以人一热就想跟人家吵架 对不对呀 所以多喝水可以免去吵架 一边喝点水 拿杯茶放在边上 念一遍心经 喝一口 念一遍心经 喝一口 这个时候 你保证不会吵架 这个时候 就算你先生想跟你吵架 你都不会吵架 因为你心静如水 欢迎菩萨在心中 他叫我善待众生 做人要不谈不言 他叫我善待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